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試一隻新的手遊 月光雕刻師 官方在24至26號做生檔測試 所以如果看到影片你有興趣玩就可以玩 但iOS的玩家可能已經玩不到 因為他只限1萬名的測試帳號 但如果Android的玩家就沒有限 如果Android玩家想找這遊戲 記得要打CBT才找到這個測試的安裝檔 限時的 每天2點到晚上10點 在介紹遊戲之前直接給我一個簡單的感想和總結給大家 這是一個MMORPG遊戲 所以你看到畫面都是分了不同的職業 設定大同小異 可以打怪星做任務 強化裝備 褲子等等 個人感覺就是他比較傾向於一些玩家可能時間不多 比較想玩一些可以自動沉路 可以掛機打怪的遊戲就會比較適合 在戰鬥方面的手感是OK的 但始終因為他本身就附帶自動掛機這個功能 所以在操作上的需求比較少 直到你可能會玩TVP或者去一些決鬥場的時候 才比較講究這個操作 另外會有一些比較傾向生活元素 比較休閒一些 例如釣魚 製作物品 小屋的一些裝置 比較傾向休閒一些 但我自己玩過的感覺就是 如果你要角色很強勁 或者傾向在PVP裡面大殺四方 課金量應該是不少的 影片也會繼續展示我剛剛講的內容 不過先講一件事就是這個無職業 遊戲叫月光雕嚇屍 所以其實裡面有一個職業就是雕嚇屍 在開始開角色的時候是選不到的 你只會選無職業 在官方的資料那裡顯示 就是當你去到25級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一個隱藏的任務 就可以轉職做雕嚇屍 雕嚇屍多了一個功能 可以製作一些石像 去為人物增加Buff去戰鬥 其他職業的設定 都和大部分RPG都大同小異 OK 先講一下畫面 你見到其實製作人物有很多選擇 我自己也覺得手遊裡蠻豐富的 現在畫面也不算太美 因為未把設定調到最高的畫質 稍後畫面進入了遊戲之後就設定了最高 畫面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好 接著講一下戰鬥方面 這個遊戲是通過點擊畫面去操作的 無論是移動還是選取敵人去進行攻擊 設定可以調整成有遙光 即是虛擬的遙光 在畫面上一般手遊操作 但我自己試過 手感不太好 一般戰鬥正如畫面所見 我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以一般的掛機自讀手遊來說 都蠻恰當 而且畫面蠻可愛 都算正直 同時人物有紙娃娃系統 透過你換不同的裝備 會改變他的外觀 剛才也說過 有自動掛機打怪 裡面的設定都比較細緻 基本上手遊做得自動掛機 都非常完善 簡直就是內置的外掛程式 引伸到不掛機手動 其實戰鬥過程相對會比較單調 比較重複性 雖然遊戲標榜是韓國的小說改編 知名小說 但他的主線任務 基本上形式重複度比較高 雖然我只是玩到三十幾層級 之後我不知道 但前面來說 是有掛機 基本上你不會太去看 所以 我有少少浪費了這個名銜 即使是副本也好 只要裝備夠 全自動掛機是沒什麼問題的 當然你裝備 如果要自己的龍 不是課金的話 應該不會取得那麼容易 現在打得那麼順 因為官方在封測的時候 就送了一些強烈的裝備 如果是以比較傾向休閒的RPG來玩 其實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各有的系統都有 而且整體都很完整 畫面都算正直 玩起來是比較舒服和順暢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能否留意到 我人物上有一個紅色的交叉武器符號 這個就是開啟了PVP的狀態 要留意開了兩個小時才可以分開 過程中在任何非安全區 即大部分野外的地方 都可以自由PK 只限於大家都開了PVP的狀態 所以放心 你純粹想休閒掛機是沒問題的 所以你不想休閒 想追求和其他玩家的決鬥 這個遊戲都可以 不過 我想課金量這一部分 你要留意一下 首先了解一下 角色是有培養的系統 數值能力值可以自由去配點 所以自由度有是不錯的 同時技能都要吃經驗書去升級 這些地方都是需要一定量的資源 但是最有機會需要你課金給人強的地方 是非常傳統的 充加加 各種武器裝備 不斷充加加的一個過程 月光的黑斯另一個賣點 就是天堂之父的一個新的MMORPG創作的手遊 當然有這種傳統的充武器 充裝備充到爆不斷的課金 然後才可以用一些道具去保障它不會爆 而且還有這種就是花費這個遊戲幣去洗它的屬性等等 全部在雙城那裡可以看到一大量的道具 去影響這一部分的元素 所以我一開始就會說 其實這個遊戲你可以休閒玩 但如果你真的比較沉迷於PVP 要天星的玩家 我相信課金量絕對不低 也都是現在手遊一個比較奇怪的邏輯 越是傾向自動休閒 放在這裡就懂得打怪 課金量就越多 技術性多一點 操作要求多一點 課金量就相對少一點 官方也尚算有線 這遊戲還有一個比喜歡龍裝備的玩家的系統 就是這個裝備特化 把所有你的裝備防具飾品都可以拿去加一個% 在整體人物的數值上面 然後說一下我對這個遊戲 其實某程度上最期待的一件事 就是捉這個寵物 所以很多遊戲都有這個系統 但這個遊戲在捉這個寵物的過程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點好一點 以前天堂一走去捉狗的感覺 如果有玩過的玩家可能會知道我說什麼 所以我就選了弓箭獸這個職業 這遊戲在弓箭獸 這遊戲在弓箭獸 在弓箭獸5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去學會捉獲蟲 然後任務捉獲蟲 你就可以選擇捉獲蟲 其他職業在官方資料 是要去到45層才可以 透過解除這個任務 才可以去捉獲其他寵物 這遊戲畫面其實我個人覺得挺不錯 你看到狐狸其實真的挺生動 我自己也不斷嘗試這件事 所以之後就去捉獲狼 可以留意一下我右下角的肉 原本我買了20個 我捉了十幾次 終於捉到一隻 我看過整個遊戲的怪物圖 其實可以捉的動物也很多 但是怪物是不能捉的 它只可以捉動物 有分別 而畫面看到除了寵物 還有熔兵和火伴是其他功能 熔兵是幫你打怪的 火伴是幫你撿東西 火伴通常在雙城看到有很多券可以買 可能要傾向課金 熔兵也是雙城要用一個 類似徽章的道具去換 做任務可以拿到 但是要很多 非常之大量才可以換到 好 影片最後給大家看一些比較生活方面的元素 首先這個小屋 不是新的 不過它就算是比較 人性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大的課金量 才有這些家具 最初已經有 也有一部份是遊戲幣可以買到 而且挺貼心的一個做法 就是它裡面的櫃是真的可以放棄的 即是你的角色的Locker裝物資 就真的在這間小屋裡面 另外也可以去釣魚 製造一些道具物資 同時也可以煮日食 食物都可以令你維持一個 比較飽的狀態 會加一些攻擊力給你 整體大概的遊戲就是這樣 應該也介紹得很全面 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趁這一兩天 還有時間快試玩 應該很快就會推出 我個人覺得如果傾向休閒類時間 不是那麼多需要掛機功能的話 你又想玩一個MMORPG 這個遊戲其實整體我覺得 完整度挺高 挺不錯 內容尚算豐富 但後期很高級的 我就沒有試到 有興趣的玩家 就把握時間試一試 也可以繼續看影片後段 了解一下遊戲內容 OK 影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